馬達倫有一個Sport Series 就是一些比較不太Hardcore的車 之前有570S 現在這部是570GT 究竟大家對570有甚麼分別 我一邊駕駛一邊駕駛 其實我拍麥拉倫真的很差 因為麥拉倫的車都很難拍 但這部570GT的形狀是有點不同的 它跟570S最大的分別是車尾 為了遷就行李箱玻璃蓋 車尾整個線條是跟570S不同的 570S會比較俄羅多子 像穿花壺蝶一樣 很多線條 這部570GT看起來是簡單 視覺上是比較淡 另一個不同的分別 就是因為570GT 其實港頭的日用性 比起570S更深 所以它裏面的Trim 亦會更豪華 感覺上你坐下去不會太Hardcore 例如它有很多皮 這些在570S 其實你也可以駕駛 但要加錢 但GT本身已經是這樣 還會有這個玻璃頂 是570GT才有 而且570GT 它原裝跟了一套 音響是8套喇叭 你有錢的你可以再加 我們現在這部就是 有一個12隻喇叭 B&W的選擇 這些東西其實是很高級 你一隻享受的車才會安裝的東西 其實它Sport Series就是這個 其中一個叫Sellpoint 或者其他Supercar 可能沒有的東西 就是它有一個尾相 比起570S 它再多了位置 就是可以放多220星的東西 其實就是在我們車尾上 它打開玻璃蓋 你就可以放一些 洗行李箱也可以 你平時上班 有個背包 放電腦也沒問題 雖然剛才你聽我說這麼久 說到Sport Series 是很GT跑車 很日常的 其實它底腕都是一部 麥拉倫 它也是一部Supercar 這部570GT 你聽過名字都知道 570P 一樣都是那副3.8星的V8train Turbo 它跟其他麥拉倫的車一樣 都可以去交這些Driving Mode Handling和Drivetrain 你可以分開 Long Mode的時候 它的避震是相對其他Supercar 或者麥拉倫的車 是比較舒服 軟一點點 但當你去到一些地方 你想玩的時候 現在你可以教Sport 教TRACK 它就會走快 今天我們在大帽山 這裏試車 如果你平時有駕開 你會知道某些路段 是很凹得不平的 以往 例如我們駕駛過91GTS 甚至Ciric Type R 我會覺得很凹 有些凹得不舒服 影響了少許自己駕駛 這部570GT 我不是很有這個感覺 因為當我的Handling 調到正常時 它的避震會稍為軟一點 舒服一點 就算是很凹的地方 它不會跳 即是線位是延長到的 這方面可能應付這些路 甚至會有少許優勢 應該這樣說 它其實多綿性是比較大的 平時你可以當它是一輛GT跑車 你需要的時候 它依然是一輛SUBECA 非常之厲害 其實在任何地方 你平時駕駛一輛跑車 不是每次駕駛要飛很厲害 我覺得如果有一輛車 你又可以做到 我平時駕駛上班又OK又舒服 我喜歡的時候上山飛又可以的 這就是麥拉倫 今次說的是Driving Fund 它一輛 麥拉倫自己都說 他們做這個Sport Series 不是為了做Laptime 而是為了做一些很Hardcore Supercar 我覺得一個 一向傳統造開Supercar的品牌 肯去做這件事 例如之前的570S 以及一輛570GT 都可以讓你日用到 這件事是值得大家去欣賞 兩個人 得到雲 每天都會想要發生 你們這些都不發生 好球 又購誇 你只可以做了 開箱 要看